我們下午2點30分會繼續進行學商 所以我們現在休息 今天這個草野學商是一個很有意義的 假如說不學商用表決的話 我告訴各位 目前1500個案子到表決五百五十幾次 只通過十分之一而已 所以包括國民黨任何提出任何要談的 要監督了我們一定是最大誠意 大家共同來監督這個預算 況且不要忘記 這個預算是馬政府提出來的 對不對 我們要你當護航 我們當然你為什麼來反對 當然我們都全民來 各黨一起來監督這個預算 一定要回到朝夕其養的談判桌上來談 讓立法院讓外界有基本的尊嚴 表現基本的尊嚴 這個的話 立法院這種文化再延續下去 再用國民黨這種包吾性的交主性的 對大家都是不好的 兩點半會把所有的國營事業的單位 全部都到立法院長做一個協商 那看國民黨可能是希望說 他們有意見的預算 透過所有的國營事業的負責人 然後來跟各黨一起來做一個協商 因為協商有錄音錄影 其實它就是公開透明的方式 那大家一起來監督國營事業相關單位 都一起邀請到現場來做說明 我覺得這個是能夠讓大家取得共識 最重要的 那我們也一直強調說 如果國營事業說明的不清楚 或是認為說預算有浮編的 我們也願意支持國民黨 它的一個刪減案或凍結案